大家好,我去哪裡了? 其實你們有沒有跟我一樣 每次起飛之前 心情是忐忑多過興奮的呢? 其實是否我想得太多呢? 唉,真是出師不利 首先,今天飛機已經延遲了 然後剛才我入境的時候 填那張入境錶 我用了原筆填 變成我又要再填過 剛才我幾乎是最後一個 離開入境外觀的位置的人 現在已經搭不到原定的班次 所以都不知道 今天會幾點可以去到上高地 原本還打算 今天會去澎山 但是你們都說不出來 在這裏,Skyliner 已經完成了 發車的準備作業 完成了 超好天啊 很大準備 睡了幾下 現在準備了上高地 好,終於錯上了 最後一乘車 快要進行洞洞洞去 上高地的巴士 由今早下飛機到二乃 一乎到坐都差不多 差不多一乎六、七個小時 轉鐵路,轉鐵路 轉鐵路,轉鐵路 然後轉鐵路 然後轉馬車 其實一點東西都沒有吃過 只是喝了一盡很細盡的好久 現在是健身很餓 剛才搭有新宿去重溫的旗鴨 我看到天是非常漂亮 陽光好照 但等一下上到巴士之後 看到天開始多雲 每次都是這樣 哇,超多人準備進去 終於抵達上高地了 經過六、七個小時的車程之後 下到車第一件事 就是覺得這裡 果然是冷了 我想這裡應該只有二十度 左右 那現在呢 就去找今晚住的地方 然後就馬上出動 希望可以捕捉到今天的日落 雖然有很多雲 但是...不得了 是這裡了 西伊東呀 什麼東西 那呢,這張就是我今晚的床 有了 都可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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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來才弄床 有了 四點半時間不多 都是影音 山頂就只有那些光的 遠離彷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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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在這邊 OK,這個位 這邊應該是最好的 因為呢 因為這一邊呢 要上到比較高的地方 才可以 看到日落 還有 比較好的山實 反而這裏 那裏有一個 光 可能可以照到頂 會有些驚喜 試試可不可以下河邊 找到一些 比較 有趣的前景 沒有地方下腳 這裏 好像可以啦 腳上高一點 高一點 嘩,腳也不能下 OK 小心翼翼 嘩,屌啊 這個位置呢 這裏都要長步的了 試一張 啊,要下河邊灰 下河邊灰 和下個 big stopper 看看吧 長大big stopper 接著這個 現在的景點 我就打算 剛剛拿這一塊 可以拿現在 黃昏天的陽光 那呢 因為那天太光 所以現在就要落一塊 漸變灰 還要探個天 加個filter之後 是馬上的天 出回來的 我們看到機會 少中即勢 現在雲呢 已經開始湧入來了 靠圖是OK,但我已經沒有好的光 糟了,越來越暗了 這條路應該是我明天會上的路 那個應該就是岳澤 岳澤之後就會上 我想那裡是潛水高 然後再遠一點就應該是那個澳水高岳 唉,這樣的天 明天都不知道上不上山好 那裡是甚麼蜜蜂 這裡有很多昆蟲 這裡有很多昆蟲